诶 罗叔叔 如果哪一天我被收缴了违法所得 我发给你的工资 你会不会需要上缴了 如果我非法的话 你不可能合法吧 这个问题问罗叔叔 虎屈于震 你又不认识我 我就在这假设 他已经光速切割了 已经光速切割了 我的妈 为什么要给罗叔叔发工资 哇 这个震聋发愧的问题 直击我的心里 W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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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瑞斯商城新品开张了 欢迎大家打开陈一发儿 点淘宝 点康 前去选购 我觉得习瑞斯主要是给 罗叔叔挣点工资钱 给设计师挣点点钱 给仓储公司挣点钱 给那个快递公司挣点钱 我他妈没挣着 我今年算下来是没有亏的 但是我去年亏了 这个事情很复杂 那天他们说 你的习瑞斯那个销量有250万吗 我心想哪有250万 妈的一件T恤才100多块钱 250万得卖多少件 然后我又看到别人说 连250万都没有吗 我心想到底是你不了解经济 还是我真的太差了 我在我的最鼎盛时期 my best year 18年 但卖T恤也没买到250万人民币啊 你们这些死大学生或者说这种无知的中年人 到底对经济对实体经济有一种怎么样不切实际的期待啊 老子当年火力全开的时候也没能卖到250万人民币 excuse me how could it possible 100多块钱的T恤 要卖250万人民币啊 卖多少钱 真的是 老子整伤心了 要卖2万件呢 我就是定价高了 销量才上不去 老子一件T恤买一杯 多块钱 还定价高了 Lita Marley Zines 哎呀 你到底要剥削我们 中国人民的廉价劳动力到什么程度啊 我128 138一件T恤还给你包油 你说我定价太高了 万个资本家 人家工人不要找钱吗 你就是说大家都不想找钱的吧 100亿块钱的人民币 就应该和那纸张价格来命 气死我了 不要乱说好不好 这么多年一直是这个价格 你要你看看自己这么多年 你工作有没有认真啊 你工资涨没涨啊 有没有努力工作啊 国产品牌很不容易的 国产品牌很难的 我真的是国产品牌 我从人到这个品牌都是国产的 我们员工也是国产的 很难的 Series 哪里贵了 你想走花西子老路吗 我想的美 人家人家一个年卖了多少亿 我还想揍他的老路 真是我梦里啥都有 笑死我了 我配吗 你配吗 我卖79 行啊 我下回卖个什么袜子之类的 我把那个什么口罩的价格提到79 79 浪子惨本都不够 79 要不你推出买就送签名照全套54张 我现在我跟你说 我现在不送派利德了 我以后不送派利德了 我去那个网上搜 派利德的巷纸 一张要卖五六块钱 六块钱的派利德巷纸 我还得印刷 有时候还会印刷错误 还要签名 还要给你游过去 你们自己去搜 起码六块 以后如果说派利德的那个价格 不降下来的话 就不送派利德了 送其他的 送别的周边吧 我不会批发吗 你倒是给我批发吧 你说的好像我不是批发一样 这样说吧 我花了大概四五千块钱 买了一个最高端的家用打印机 爱不生的 你说我要卖多少件用来打印照片 我要卖多少件T恤 能够把这些成本都cover回来 都cover不回来 反正就是做个意思嘛 双十一有活动吗 有的还要上架卫衣和长库呢 卫衣已经在生产了 我钱都交了 好多个W的预付费呢 还是定金 你必须要先付一半的定金 等到生产好了 你再付剩下的钱 挺贵的嘞 等我拍好了照片就上卫衣吧 亏钱是为啥子 那拜登不行呗 搞不好美国经济 那不就照我亏钱吗 我上个月真的 literally亏了六万块钱 我看了一下 五万五万九 就是为拜登搞经济不行 又不通知我一下 然后就亏了 六万人民币 在A股 你说为什么A股亏 美股也亏 这世界上到底有没有挣钱的地方 那A股亏六万 美股也亏六万 那真的是世界第一大第二大经济体 手牵手一起整老子 行不行啊到底 过下一个人 我再看所有人 的地方没关系 咱们